而在端午林单期间 有一辆载满矿泉水泡面的民生用品的脱衣车 经过瑞税台九线北上258K一处弯道 驾驶一试没有把货舱门给关好 导致车上货物是散落一地 一度造成车道阻塞 根据了解这车上的货物有500箱 价值30万元 索性这起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残破变形的纸箱散落出来的全部都是矿泉水 还有各式各样的泡面 工作人员忙着清理货物 数量多到甚至需要出动一辆堆高级 这些全部都是从这辆运营车掉落下来的 车上没掉落的箱子也在过弯时被晃到东岛西歪 工作人员只好接力 把一箱箱的货物一下车绽放路边 从上面要不要弯下来有没有 我旁边这两片开掉 这辆满载民生用品的饮车 原本从台南要开往花莲 但在经过台九线258K一处弯道时 疑似货舱没有盖好 导致车上大批货物掉落 一度造成车道阻塞 警方货报之后立即到现场进行浇灌 载运的泡面矿泉水等货物 因货柜侧门为紧闭口大 导致过弯时整箱泡面 矿泉水散落于北上车道 载运货物没把货舱门关好 不只得赔偿损失货物的钱 还违反交通处罚条例 恐怕得面临3000至18000元的罚患 记者高双双瑞瑞香采访报道